七十五岁左大芬进照,也已精湛被视为真菩萨,与老公五十年恩爱如初提及左大芬,并非每个人都懂得这个名字。 但提起八十六版的观影菩萨,必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事实上左大芬一直是一位相剧演员,他已有十亿年没有登上相剧舞台,而是从事幕后讲学,受中国戏剧节约请左大芬决议再度出山。 三、观音,在中国人的心目中,是一位非常圣洁、慈悲为怀的女神,这才是真正的女神,是一位不容亵渎的菩萨西游世界的观音,与民间传说的观音形象,还是有一定区别。 因此,杨洁在拍八十六版西游戏时,挑选观音的演员,肯定动了不少心思。 左大芬老师扮演的观音,绝对是最美菩萨,也是最符合心目中的观音形象。 左大芬扮演的观音端庄,神圣,又不是温柔,这个形象的成功也离不开他的敬业。 他为了颜豪这个角色,每到一处就去当地的观音样揣摩观音的手势,神情,这才有了这个经典的人物。 由于当时正在拍摄另一部剧,所以就经常两个剧组来回跑,虽然他的酬劳很少,但是他从不埋怨,因为他觉得,作为一个演员,把戏颜豪才是最主要的。 因左大芬扮演观音实在太像了,在剧中即生活,弄出很多误会与笑话,这也让左大芬开心不已。 去左大芬回忆,当时自己在入戏,那时候已经拍完了,要等着下场开拍,于是就坐在树林里休息。 而从远处,走来的农村人,刚好看到了观音,都以为是真观音下凡了,于是纷纷跪下客头。 不管左老师怎么解释他们都表示不相信,甚至还有人现场哭了起来,而且送上水果和土特产都免费供品。 左大芬一直弄不明白,念一直感到很奇怪的是,好几次拍戏的时候,天正在下雨,等到他出场,天气就会变得晴朗起来。 又一次在峨眉山,他穿得很单薄,天又下着雨,他一出场,雨居然不下了,风也不关了,躲在在人层里的太阳也出来了。 这些细致性的场景,令日子所有人称奇,大家戏称是观音菩萨显灵,十年后,也就是1999年中央电视台拍戏游记续集,导演杨洁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长沙找到左大芬。 原以为左大芬体型一变不能再扮演观音菩萨了,但导演一看那左大芬就惊呼起来,十年了,你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变。 随后,左大芬又扮演了西游记续集里的观音菩萨,而在感情方面他则十分低调,他在海外演西游记时,就已经结婚了。 他的丈夫萧高氏,曾是湖南花谷戏志愿的院长,比他年长五岁,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,至今已经携手走过五十多个春秋了,可谓是让人羡慕。 左大芬194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,如今左大芬已经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,而看了那么多的观音扮演者,就说老板西游记中观音最经典了。 谢谢这位不容易的相聚演员,谢谢左大芬带给我们的经典。